哎呀 栗子的旅行又开始了 这次呢 我将会开启的是 韩国旅行百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江源道 去江源道玩的话 到底应该去哪些地方呢 但是栗子呢 这次有新的成员 订阅的成员 哦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Rachel Nice to meet you 好了那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江源道的圆州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如果大家想要去欣赏一下自然风景 又或者是说想要感受一下非常刺激的这种挑战的话 快开 看到这个没 这个就是小金山索桥哦 我们喝着咖啡举着伞 一杯咖啡 非常有意思哦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入口道了 在这里是这个金秀贤的那个电视剧 但是精神病那没关系 快来看 就是在这里 拍这部韩戏的时候 原来是他们在这里拍的 完全想不到就是这个影子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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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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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城堡的感觉 各位亲们 好 快看快看想要冒险的亲们 韩国有这样的地方哦 可以来挑战一下 嗯 旋律感 来啦 天啊 哇 这个就是下雨天登山的 特别的感受啊 嗯 终于完成了挑战 看 老婆还想今天下了雨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啊 想不到 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 我觉得 可以说是 如果要平心的话 我要给这个景点平分 开心 所以各位亲们 真的很值得来打卡哦 领略韩国的自然风光的景点二 那就是位于平昌的六百马之旗 推荐 推荐指数 吴克星 你的昨天累了吗 做遇到哪些苦难 你的冲天累了吗 做遇到那些苦难 就让它被慢慢重担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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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悟心悟心 如果你不去 你会后悔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去了 也会后悔 因为后悔 为什么自己不早点来呢 所以赶快去看一下吧 平坏地 和平地 这个和平地 如果大家想去了解一下 就是韩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 在这个了解这个背景下 去了解这个和平地 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里还是韩国第三大水库 值得去大韩夏 一个地方呢 就是位于圆州市内的江源监营 如果你喜欢这个韩国的历史 想去了解一下历史 感受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的话 这里也值得去 在城中走一走了 那对于江源的奸银 我给的是四颗星 哇 这个圆圆的呢 就叫做冬九来村 这里简直就好像一个 私人的秘密花园一样哦 去到那里的话 就是不是像其他的景点 哇 多么宽 然后多么广阔 不是那种感觉 而是比较 好像自己家里的一个后庭院 后花园 然后走着走着 然后就会觉得 哎呀 就是 有一种被致意的感情 好 挺高 我觉得这里 我真的想要推荐给 各位伙伴们 看完了刚刚的主题旅行之后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主题旅行三 去感受一下江源道 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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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呢 这一个主题公园 来到这里的话 可以体验一下 不同的运动 就有路级 然后坐缆车的话 坐到上面的话 最上面 你就可以真的是 灯高望远 看所有的风景 就觉得特别美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真的值得一取 当然各位亲们 取了恒城的话 也别忘了要吃一下恒城的特色美食 那就是恒城的寒牛咯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平昌江源岛的治愈性旅行 这里是哪里就是位于平昌武台山公园的灭金寺森林路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感觉可以生气的温暴大战 你们看我们谢谢 我们爱你们 然后在那里的话 也有这个鬼怪的探测地 想那么多旅行地 你想去哪里呢 其实我们的韩国江源岛旅行攻略 旅行百科还没有结束哦 那下一期咱们再为大家第一分享哦 下期见 下期见